麻辣火锅店点餐单 顾客加点一只天使红虾 但备注要求让店家超傻眼 上面写着天使红虾一只 我要捕的然后帮我剥好 业者看到铁文分享 谁会去吃麻辣火锅吃到饱 指定要母虾还要帮忙剥壳 到底谁能帮我分公虾母虾 吃到饱也没在帮您剥壳啦 网友也在下面留言 有着要求是不是因为母虾大公虾小 有网友说公虾比较贵母虾比较便宜 这位客人真的呆呆的 也有人说遇到OK了 原来天使红虾多半是冷冻进口 有特殊需求会从产地分别公母 从外表也没办法区分 白虾跟天使红虾那个就 比较没有办法用目测 因为他们整个个头都是一样的 打人分享能够区分公母虾的 只有泰国虾 公虾的前脚比较长 而且比较粗 虾头下有虾膏 母虾前脚细小 而且只有虾黄 两者比较公虾的价格比较贵 达人也认为除了泰国虾之外 其他虾类公母吃起来 口感上几乎没有差别 不过客其实不用特别学公母 也能吃到一样的肉质 TB新闻交换文潮州人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